以下节目是由美国华人实业协会特约播映 分别是Pauline Ha和Johnny Lam Hello 两位好 Lena 你好 首先我想问一下Pauline 说起电话诈骗 最近最常见的当然很多人冒充自己是来自中领馆 但也很不幸有很多消费者上当 麻烦你来说一下 是的 现在电话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 他们会假冒领事馆 信用卡公司或银行的职员来打电话诈骗 他们的目的就是令到受害者有财务的损失 电话诈骗集团也会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号码区号来打电话给你 例如415、510、650 目的就是令到大家警戒心降低 如果真的这么不幸运收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 就要尽量不要跟他沟通 也要尽快收线 有些比较高级的集团都可能会假冒到 家人或者朋友的电话号码来发短信 就会问你个人资料、生日日期、公家号码 也不要回答 如果受害者真的这么不幸运 把这些个人资料已经给了出去 就要把你的信用冻结 要立即报案 和把银行户口、信用卡号码都要改了去 受害者也可以打电话去 消费者委员会报案 电话号码是415-553-9535 有中文的服务 非常好 说起你刚才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你说很多时候现在的集片集团 他们就直接用电话号码 很多时候就像你身边的朋友 甚至像我的个案 就是我们公司的电话 那个电话就投了三个号码是596 就是他召唤来 真的投了三个号码是596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同事召唤来 然后就是骗人的 他们这样做 令到你的警戒心就降低 可能是我熟悉的人 你就接了 接了他们 除了用尽所有方法去拿你的资料之外 有时候会恐吓你公司 恐吓你家人 恐吓朋友 即使你知道他是骗你 都不要跟他谈那么久 因为跟他说话的都很不安乐 是 Johnny 刚才Pauline就说了电话诈骗 除了电话诈骗 其实真的有很多 淋淋种种的诈骗 麻烦你来说一下 除了电话诈骗 都有身份导用 电子钓鱼 身份导用 他们想拿你的资料 想拿你的身份 来贷款开银行户口 开信用卡 他的目标就是 电子钓鱼也是同一个目的 他们就会发电子邮件给你 有时有些电子邮件 好像是真的银行过来的 他就会问你 你的用号名和密码 你一打进去 这些资料 那些诈骗人 他就会收到这些资料 他就有了你的银行资料 他就可以把你的钱拿出来的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种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说 这些是最经常的 如果消费者 遇到这些问题 立刻要通知银行 如果是身份导用 要立刻报警 通知三家那些 Credit Bureau 就是Experience Equifax和Transunion 那你刚才说到一点 就是消费者要保护自己 很多时 尤其是你说电子钓鱼 很多时就看到那些问题 他问那些 譬如说 你的币很久没有更新 麻烦你更新 其实银行是不会 问你拿回你个人的资料 因为他们其实本身已经有了 对不对 是对的 如果是遇到这些问题 最好不要用电子的方式 来回复它 你就可以直接去银行的 Branch那里面 解决这些问题 非常好的这个Tips 我们多谢了两位 刚刚我们探讨了电话诈骗 以及身份道歉等等的诈骗 那在湾区其实还有其他的诈骗 就比如就是有这个电汇款项的诈骗 那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来自 First American Title 保险公司的两位代表 Willow Chung 以及Richard Chan 两位好 你好 那Richard 这边我想问一下 这个电汇诈骗是怎么样的 麻烦您来介绍一下 是 那诈骗分子通常都会利用模仿 产权公司的邮件的形式 然后把这个假的汇款指示 寄给买家 那买家可能会上当受骗 就会把这个汇款送给诈骗分子 所以为了防范诈骗 第一 美国地产 First American Title 我们有自己的加密邮件系统 我们会把汇款指示 直接寄给买家 我们也不接受第三方 给我们的这个买卖双方的汇款指示 所以假如你收到一份 这个汇款指示的话 最好的方法是你直接打电话 给你的Excel Officer 那或者是像威拉这样子的 这个产权业务代表 那进行再次的确认 那你要记住说 其实一个电话就可以放置可能的诈骗 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 威拉 你的职责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威拉 Chang Sales Executive for First American Title Insurance and Escrow Company OK 我们多谢了两位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